走平 各位网友:「早晨?」 我是顶客 今天在冰箱發現到 這半個篮好像 名字叫《紅寶石篮球》 在中秋节就放到现在了 不过大家可以放心 鹿油就很耐放的 最重要是你放冰箱而已 就买了这两个芒果 这两个芒果其实现在就比较难买 这一期多数有一些很大的 一个顶差不多两个芒果 大概三十多元 我这一只就在八街买 价钱就好像买了27元 买了两只,这两只就是肉芒 我们买的时候买芒果 我们马上要用 就选择一些软手一点 就是够熟才够甜 另外在颜色上就选择一些偏黄的 而且闻下去都会香一点 这些就是比较熟一点的芒果 我就买不到 一个就叫做刚好紧熟 一个就生一点 我买了两只 就够一加三四口吃 这个调味料方面 就是奶类,我买了三只 看看你喜欢用哪一只 如果做香做滑的话 我就建议你们用淡奶 有些奶香味的话 我们就用这个360牛奶 椰奶我就觉得一定要去 放一些椰浆 不是椰奶 放一点 怎样都放一点才有香味 最重要呢 这个推介给大家 我之前都吃过 这个不知道其他超市有没有买的 我这个就在UQO那里买的 应该是前身是华润超级市场 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是举药来的 如果是懒得去做西米 对西米很有难度 很多人都 我之前也做过一集 专门说西米 大家可以自己做西米 这就是现成的举药西米 你当它是这样用的 用法就是煞过凍水就OK 稳定度高 那就介绍一下给大家 现在我们就先剃了一些绿油肉出来 到了剃肉的时候 我们最重要就是温柔一点 不要那么大力去剃肉出来 因为它的肉都比较脆弱 一捏就会捏爆了些水出来 我就粗粗地 就徒手地去将它的肉剃出来 如果说想把它剃得漂亮一点 其实可以用刀剪 剪开顶顶的皮位 这样就会容易点剃 不过我就粗一点 我就徒手全部剃出来 用了十分钟左右 我们就可以将肉全部剃出来 这个时候我们就选择一些鱼和皮位 再把它剃成两样东西 第一样就是把它剃成小小粒 就是刷丝 第二样东西就是 我们做一碗仔的小小粒 我们吃下去的时候 就分了两种不同的层次 大概刷了15分钟左右 就会去到这个状态了 最重要就是剃得它够肉 不然就吃不到羊枝金露的精髓所在 而且我们用红油的好处 就是红油的特性会比较甜一点 但是爽口程度就没有红油 有些油那么有咬口 就自己选择 这些红油就甜一点 另外这一碗仔就是我所说的 保留一些果肉粒 无论你放在表面上装饰也行 或者是混入羊枝金露里面都没问题 就会多一份口感 准备好了 我们就立刻包装保鲜纸 放入冰箱冰住再做些芒果 芒果我们第一时间 将它所有的芒果肉都起出来 记得这个芒果核就不要扔掉它 我们一会儿再刮它的肉出来 接着我们就留下部分的芒果肉出来 又是跟刚才一样 跟鱼鱼一样 留下一些芒果肉粒 拌花进去 其余的芒果我们都要刮肉出来打溶 最重要是这个芒果核就不要扔掉它 我们一会儿再找一只池巾 将它刮肉出来 那就一点也不会浪费了 刮好了就变成这样了 又是时候出动神器的时候 这些也是十几二十元的炸汁机 如果要做得一点点去做 就用这些小小的 比你又要插插酥 洗个Bender 挺好用 你不是说太大 但是太多东西 就用这些小型小小的Bender 其实挺好 都很久都没用过 好,先吸陷它 打到它融化就可以了 一倒出来 就看到它没有沙粒在那里 就完成了 好方便 绿油和芒果完成了 就到这个举鱼的珍珠米了 这包东西我特意试试给大家看 其实我试过 它吃下去就不够西米那么好吃 不过就简单方便 用之前就看一看说明书 这个说明书就已经有写了 在后面 然后拆袋 拆到出来就放水 先放到它里面的水 不过这包东西很少而已 大概一个人到两个人的份量而已 其实如果你喜欢吃西米的话 建议都是看回我之前拍的那套 西米的影片就好一点 那我们这个举鱼的米 就倒入水 先过去水几次 一句说明书就写一下 应该是去一下去除它的味道 写一下它 我们就滚水下去 15分钟之后就可以了 所以很方便 先冲一下 它样子都很像西米 好 那我们就一次过 车晒下去 那些水就差不多滚起 我们就煮它5分钟 那煮完之后 就用一些滤芯水 过凉它之后 最好就找一些冰去急冻它 那它就会比较是弹牙的了 急冻了之后的这个举药就变成这样 试一试它 试一试 那都有一点淡淡的口感 那但是就没有西米那么好吃 那煮完代替西米的举药之后 就跟手做到糖水 糖水的比例呢 我就以300毫升 就兑100克的黄冰糖 那做出来的糖水呢 就会是偏稀些少的 因为我就会觉得 如果用稀些少的糖水呢 我就可以视乎情况 而去加些糖浆下去搅匀 就是甜度就容易加加减减 因为容易搅匀 那我们这些糖水呢 就煮回滚它 吹回凍备溶就可以了 好了 搞了一大轮呢 终于就准备好了这些材料了 那现在呢 就是差全部搅匀就OK了 那份量呢 其实因人意义啦 那我就不建议大家 一搅匀 搅匀那么多东西 就很不耐放的 那我们就吃多少就搅匀了 因为其实 不要看下去好像很少材料 其实搅匀上来也很多的 那我就先试了一个 200毫升的 360牛奶先打底 之后呢就搅匀这个了 芒果浆 先加了一半 那其实我想搅拌一个 4人份量的4个小碗出来 那我这里就加了一点 其实这些东西呢 左搅右搅拌 你很难说有一个标准份量的 那我们慢慢去调 宁愿去看颜色来去调 那先搅拌它 搅匀了 试了个颜色 芒果这个味 够不够黄呢 其实这样去试更好 我觉得还没够黄 那又放 放一点 真的这样的 我们试食不够咸的 就放一点盐 不够甜的 就放一点糖 那些东西 其实全部都是慢慢慢慢去试出来的 那这些其实你怎样去试都是酸酸的 偏向酸一点 但就没那么甜 那我们下椰奶 那椰浆呢 这些椰浆呢 比较是漏的 所以我就 不会说下这么多 好啊 不要听这些叫段谷啦 大概是三分一盒 现在很稠的 留点椰浆 有点椰香的味道 又拌均匀 去到这个环境 拌均匀椰奶 我们又试一下味 那花奶其实用来做什么呢 用来做一些滑口 和一些小小的花奶香 香一定不够椰浆的那些香 那它用来后来点缀一下 所以就准备定回来 那现在我们就试一试味 拌均匀了这些主要的味道 看看不够甜 那现在试了下去就不够甜了 所以我就准备了这个糖水 跟刚刚刚教糖水一样 没有份量的 那有些人可能教糖水是偏稠 我这些就喜欢偏稀 偏稀好教一点 不会说那么甜 那慢慢慢慢试味 又差不多了 所以煮食不断地在洗匙巾 不断地慢慢去试 最主要是最大部分的味道先试了 最主要可能你吃一些鲍鱼汁的 主要是调味 调味先 调味先 调味主要的味道 先试一试 还没够甜 又加多一点 是这样的 所以厨师不断地吃 想它不肥也很难 好,第三次的加糖 试一试味 这次就对了 好,大部分的底味都加了 之后就到这个 很漂亮 你看看你喜欢加多少 还有些西柚汁 到最后我们还要再调味 来看看这个味道 看看份量是否刚好 看看是否够西柚 我觉得不是那么够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再用一根 放多一点 现在这样的密度 西柚的密度就OK 我觉得 如果你喜欢加密度就再加多一点 OK 之后 增加它的口感 我们就放这些粒状的 撞起来 留一点点面头 可能有用 放在面上 芒果 又是 放一点点 每一口的时候突然间有芒果 你就会很开心 这些举药西米 假扮西米的举药 又放一点 大概放三分一到一半左右的西米 举药 又拌均匀 颜色的变化 应该就这样看 应该足够四个人吃 又试一下味道 差不多进入尾声的阶段 加完果之后 味道又不同了 反而是不够甜 芒果和西柚都不是甜 西柚就有它独有的味道 又加糖 所以什么时候都说 你不要说尽尽章方 永远都是 你可以知道一个大肝 一个食谱的大肝 之后 怎样都慢慢慢慢去试 试回合你的口味 好了 好 OK 就是这个味道 到最后 感上添花 我们就加少少花奶 拿少少滑的味道出来 又试多一口 再试多一口 再试一口 真是落花奶 真的与别不同 再再多少少 记得每次试味的一碗咬一碗咬一根 我也不知道试了多少次味 我不断地在这里 洗一下这根再试 又试了 这个味道就很精彩 最好我们拌好这一块 最好就一至两天 今天吃不完就最多放明天就算了 因为这些东西始终都 又生果又奶 奶奶是一些高危的食物 好,又上碗 放一些装饰给大家看 下碗就变成这样 跟着我们想它更漂亮 所以我们就准备完这些一盒盒 我们先沾了底下 哇,红色的西柚 几个精彩 看它能不能浪漫 留一点点 很容易沉 我们试一试打底下 下完红荔牌撞一点黄色 看看它有什么效果 看能不能浪漫 可以浪得住 如果加一块薄荷叶 又再高级一点 哎呀,大粒一点 就掉了下去 好,最后就做几粒 红宝石 不够稠的 如果稠一点的话 就会浪得好一点 很多时候我们 摆盘 撞回它原材 原本我们做的成分下去 每样都有少少 就是这样 今集似是有食谱 但其实没有食谱 的羊枝甘露 就大功告成 希望日后 大家都懂得用这些调味料 调教出最合你口味的羊枝甘露 无方,性有方 最后如果喜欢今集影片 觉得影片实用有用的话 就记得给个like 拍片一点都不容易 但有你支持就是我的拍片动力 今集就讲到这里 下集再见 拜拜